這邊可以看到是北朝鮮有駭客出擊 那另外一邊南韓則是有他們的千金 這個是大發公主病 為什麼你有看過那個飛機都已經在跑道上 準備要飛上去了 還可以被乘客給叫回來了嗎 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南韓 雖然說這架飛機就是你們家的 但這樣會不會也太超過一點 而且是為了一包堅果點心 叫飛機掉頭 這個很厲害 這個沒有錯 這個是誰呢 這是大韓航空等於說貴長的千金 他的長女現年40歲的 也是現在大韓航空的副社長叫做趙顯兒 那麼趙顯兒他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也很簡單 大韓航空整個所有的這些所謂的招待 這些禮儀 艙內的這些所謂的 所有的一切包括空姐服飾 都是由他管的業務 那他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是發生在 這個從紐約甘賴迪機場要飛回南韓的 人川的這個班機上面 那當時飛機其實已經開始滑行 進入跑道前進了四五十公尺 那都已經要飛了 準備起飛了 那就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老闆有錢富三代 他算富三代 他做頭等艙 當然 那這時候一個比較菜鳥的一個空姐 比較菜鳥剛到頭等艙來 等於說來服務的一個空姐 就把它拿了一包這個堅果的小點心 我們通常拿到堅果小點心就很好吃嘛 對不對 對啊 拿到以後勃然大怒啊 這個千金大小姐造型而當場翻臉 為什麼呢 他翻臉的理由是 我們的大韓航空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做頭等艙按照我們的規定 一定要先問乘客 這個先生小姐有沒有需要這個 等於說堅果一包啊 有沒有需要堅果 要先問就對了 要先詢問 因為他可能不吃堅果啊 對不對 雖然堅果像對我們這種中 中老年的那個男人很好啊 勝負性很好啊 真的啊 然後呢但是問題是你得先問啊 男人應該都要多吃堅果 都要多吃啊 你得先問啊 對不對 你得先問他要不要 那如果他說他要 那要了以後你怎麼辦呢 你再拿給他啊 不行啊 不行啊 不符合SOP流程啊 那是什麼 你要盛在盤子裡面 用盤子給他的以客為尊啊 所以他要端出來 你不能隨便就拿了一包給人家 哎唷 這個頭等艙很貴的啊 所以他是直接拿一包給他 對那他因為他不懂規矩嘛 他就想說他是好意啊 這個菜鳥空姐長得也不錯 他是好意就直接拿給他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SOP流程 他就生氣了 就生氣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們的客人呢 人家來做頭等艙 付出這麼高的代價 那你的服務品質沒有這麼好啊 那就罵他 就罵他 罵他了以後呢 也叫做舱長來 做舱長也被叫出來 人是怎麼訓練的啊 對不對 做舱長來就解釋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你查看看 我們公司的規定 那個SOP流程是怎樣 然後就查 現在不是用那個平板嗎 對 就用平板一查 哎呀 因為飛機準備要起飛了 平板沒有辦法連上線 怎麼弄了半天不行 生氣啦 啊真的啊 叫你查你沒辦法連上線 可是這個飛機上面是只有他們嗎 沒別的人是不是 有別人 還有250個 還在等啊 然後他一生氣 你下飛機去給我找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不是在跑道呢 正準備起飛了嗎 那機長得到指示 做舱長要下飛機 嗯嗯嗯 然後飛機就轉頭 掉頭 這飛機可以這樣子啦 飛機就掉頭 到了那個地方 然後坐舱長真的下去 你講得好像飛機上沒別人 有250個人 不過他們一直搞不清楚 自己發生什麼事 真的啊 總比飛機上面有炸彈 還是恐怖分子好 那有道理 其他乘客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後來回去 由坐舱長這裡 噗噗噗噗噗噗噗 這個事情好好好找到了 然後上了飛機對不對 道歉 當然趕快要跟千金道歉 他直接道歉不就好嗎 飛機飛了大概 到了仁川機場 晚了11分鐘 因為這個動作 可能來來去去這樣 折騰了11分鐘 等到坐舱長下飛機再上來 然後再重新回到跑道 再起飛 那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 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廣播像 250個乘客廣播解釋 為什麼我們要醇人間 不滑行 這很難解釋 很難廣播說 因為堅果的關係 機場不能廣播說 各位乘客 因為我的飯碗 所以我這樣 我如果不把飛機放好 已經回去 我可能沒工作 有道理 很難說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好 重點來了 他能不能這樣做 他不能這樣做 當然不能 你的 你雖然管的公司 他是副社長 你管的是這個業務 可是問題是 他如果做不好 你可以把他當場 等於說給他教導 你不能影響行程 如果再不行的話 飛回仁川了以後 飛回南韓了以後 你可以把他緊急招回 重新訓練 不然你叫他在旁邊罵站也好 不要 罵站這樣不行了 沒有人到 打手心 不可以 也不行 漂亮空姐 我捨不得這樣做 我也不捨得 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 你要回韓國了以後 你就給他再教育就好了 那就好了